你就是先彩排一下 然後再開始錄製 錄製方法很簡單 就是這邊有沒有 所以再怎麼樣 這個課程學完之後 你不要說你不會錄製聚齊 而且錄製聚齊的步驟 我是建議真的也不能隨便 反正第一個你先彩排 第二個錄製 第三個建議加註解 第四個呢 就是再把它跟你原來的程式結合在一起 所以如果你錄製聚齊之前 你要先確認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其實是可以 反正部門沒有 所以我們就是 假設我不要用我剛剛那個方法 然後呢 我把它恢復成我們最原始的這個解法 所以這邊 可能原來的解法就是會多一個欄位 所以我把它人士分欄的部分 因為多了一欄 所以把它後退 J的部分呢 就是變5到8 再來的話 當然就是 我就用那個假設 我用方法2 就是用那個錄製聚齊的話 OK 所以先確認一件事情 我讓它向右推 向右移動一個欄位 把部門的部分空下來 放這個 那放個方法 當然如果你 假設沒有更好的方法 比如說你不會 像我剛剛用的邏輯判斷 你用錄的 那錄的話呢 一樣先彩排過之後 那一樣就是什麼 錄製聚齊 名稱叫什麼 叫部門好了 OK 比如說我要錄一個部門 OK 然後呢 按確定嘛 所以 Step1 先點A欄 複製的話 Ctrl C 然後Step2的話 就再選D欄 然後貼上 貼上之後的話 再Ctrl G Ctrl G的話 就是你要選 選什麼位置 所以這個可能要記一下 那個快速鍵Ctrl G 就是你要選空白的地方 再找這個特殊的地方 然後找到空白 然後並且把它按滑指右鍵 刪除掉 刪除之後 讓空白往上移動 OK 所以記得下方往上移 這樣OK了嗎 反正你不會寫沒關係 錄的 所以真的 不要執著在一個方法上 實在沒辦法 沒關係 你先把眼前問題解決 如果還有時間 我建議你還是把程式想出來 因為不是每個人一下 就可以把程式很快寫出來 但是至少錄製是最簡單的 OK 最後記得 把開發人員這邊停止錄製一下 並且把聚期這邊 再找到部門 然後編輯一下 OK 最好是怎麼樣 你就在這個部門裡面 自己再加註解 而且順便學一下 有沒有 選A欄就這個 然後點Copy OK 不過其實 如果我自己寫的話 我一定不會點Slice 跟Selection 其實我會改成這樣 就是A欄點Copy A欄點Copy 然後直接就Pass 然後再來就切上 OK 假設這個 我們已經先把它改完了 並且Run-Run看 怎麼知道Run有沒有成功 我就把D欄再Delete掉 然後 看一下 欄位名稱是不是一定要 欄位名稱應該會Call過來 我把它Run一下 如果Run完的結果OK的話 那表示 這沒問題 最後的話 我就可以把這個部門 這一段程式碼 把它用Call 或者你把它剪下來 然後放在Module1的下方 這樣比較好找 然後底下的話 我們用Call Call 後面加上部門就可以了 OK 好 這樣就完成 試試看好了 所以應該 這個部門 Call部門應該放在Colens上面 Colens.AutoFeed 為什麼 因為Call過來 怕藍框不OK的話 我們試一下 所以把它清除掉一下 把這個清掉 然後再來的話 就執行人事分 我這邊設個中段點一下 中段一下 讓它停一下 跑一下 那這個的話 這邊OK了 那部門部分的話 因為是另外處理 所以我按F8好了 我這邊有設個中段點 停一下喔 F8 然後一樣是選A欄 然後把A欄的貼過來 然後再把空白的去掉 向上移動 好 自動跳在南寬 結束 完成 一樣可以啦 OK 問題有沒有解決 解決啦 對不對 所以啦 如果實在你的功力還不夠 入字去騎 我覺得也是一個 怎麼講 解決問題的好方法 所以不要太過拘泥說 一定可能有一個方法 除非說啦 你可能不急嘛 反正你上班時間很多 然後你可以慢慢想 OK 我覺得你絕對可以想出來 成事的 只是說那個想成事的過程 很花很花時間 所以啦 我是覺得你如果 只是要先解決眼前問題的話 真的入字去騎 是一個蠻好的方法 OK 試試看好了 所以 如果假設有些函數 他真的是沒辦法做到的話 入字去騎 我覺得真的也是可以 先把 這個 OK 試一下 所以剛剛那個部門部分 看看有沒有別的更好的方式 如果有 你就先拿這個方式 來解決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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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